震える手 掴みたいものがある それだけさ YO 哈囉 歡迎來到至高的收藏 我是橘子 這支影片是鬼滅之刃一番賞 鬼殺自治的三連發的最後一部了 也是我們的主人公A賞的炭之狼 整款炭之狼在刀刃的部分 需要另外組裝 也是三款之中 唯一以戰之呈現的角色 不過這套一番賞 比較意外的是 最後賞選擇了翼勇來作為異色版 雖然只有屏風的顏色圖案改變 不過也感受得出來 主角人氣不高的窘境 不過話雖如此 但這款炭之狼在動作上 我覺得設計得相當不錯 不管是左側還是右側看上去 都相當的耐看 也是這套一番賞之中 我最喜歡的一款 在面箱方面 雖然第一眼看上去 我覺得並不算是完美還原 不過跟許多款作品 放在一起比較 我覺得也不會太差 不知道大家 是否還滿意 這次的頭雕表現呢 不過在俄勢方面 依舊有廠商們的商業考量 因此無法忠實的還原原作的設定 雖然這款炭之狼 受限於背景的設計 不過還是能表現出 富有躍動感的畫面 加上與之的作者刻畫 也相當的有飄逸感 但也因為是複雜的曲面 所以在印刷上 多少會出現一點小瑕疵 最後我們也來欣賞一下 屏風背面看上去的樣子 綜合來說 這次的一番賞 以屏風的設計來說 我覺得非常有趣 如果還能再多出更多的角色 我想會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一套作品 那今天我們一番賞炭之狼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最後也別忘了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唷 那我們下次見 請去分享這些影片 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我們請按下 去圈拉小鈴鐺 再按下 聽聽一下 我們會拍攝 也可以按下 小鈴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